石油的背后关系,助生产力与财富。 而石油交易所使用的货币,也是全球石油经济,发生种种状况的重要因素。 例如,近年,全球多个石油国开启去美元化程序,就是对石油美元多年之故的反击。 去美元化,也不仅仅只是石油国的专利了。 图片来源FNREWEB,事情的最新进展是,土耳其已凝确表示,反对美元对伊朗经济的限制。 显然,一直致力于去美元化的土耳其,会因此加速去美元化。 我们注意到,土耳其正在增加使用俄罗斯的支付系统就可以说明问题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近年,土耳其已从海外运回220吨黄金,其中去年从美国运回28.7吨。 土耳其还决定,将陆续把储扛在美国的所有黄金运回本土,而从美联储运黄金。 已成为全球多国去美元化的一个重要举措。 一如土方曾表示,我们为什么所有贷款都是美元,让我们有其他货币。 建议贷款应该基于黄金。 值得一提的是,意大利从伊朗进口原油,也将面临阻碍。 这货也将加速意大利去美元化,从美联储运回黄金的程序。 据意大利央行资料称,意大利约1199.4吨黄金,储存在罗马的央行总部。 另一半存放在美联储。 还有小部分分别由英国央行和国际清算央行分别保管。 意大利欧盟议员在尼数周前公开称,意大利必须拥有对黄金储备的直接控制权。 这样一来,与意大利同处于欧盟的德国和法国,此前去美元化的举措,也将得以延续。 早在去年8月时,德国和法国就提出了,将建立一个非美元货币的支付系统,以用于交易伊朗石油。 今年1月,德国、法国还宣布成立A-Stacks。 分析认为,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多国,或都将加入德法去美元化的程序中。 事实上,德国和法国多年来,也一直坚持从美联储等地运回黄金。 2012-2017年的五年间,德国从美联储等地运回了约为743吨黄金。 但现在德国依然有高达约35%的黄金储备,还是存放于美联储的金库中。 法国在1966年前,就提出运回黄金的计划表明。 不过,讯息人士称,目前,法国仍然有部分黄金,寄存于美联储。 我们知道,自上世纪40年代中叶以来,美联储通过位于纽约曼哈顿街区,深20米的纽约联邦储蓄银行,地下五层金库中,替全世界约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保管住黄金。 存放住价值约2400至2600亿美元的黄金,约占全球近四分之一的黄金储备。 截至目前,法国、德国、委内瑞拉、荷兰、瑞士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土耳其、意大利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这十一国,已纷纷宣布运回或计划运回此前寄存在美联储等地的黄金。 央行进行黄金买卖,只要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中换个数字编码,就可以了图片来源得盈。 分析认为,当德国和法国去美元化加速时,其继续从美联储运回黄金的力度也将加大,而这货也将开启全球多国开始,或继续从美联储运回黄金的一大趋势。 一如法国专家马林勒庞,一再呼吁冻结国家黄金的出售,以及遣返外国持有的所有法国黄金。 稍微 drug家马林侠,一再呼吁冻结国家马林刘明了好一群的八亭 ز female马力和列为至少数字封成交周五球 piece颜柑。